Uber Eats, Uber Weed,外送员嗨喊,大麻餐损食收哈曼,台湾微卜烟草减害网络媒体,Fab Taiwan报道,世卫烟草减害专家王玉阳,今日在脸书社团贴出一张身穿有Uber Weed的黑色上衣,引发外送社团的外送员与420热议。 王玉阳贴文表示,Uber Weed希望,台湾也能开放外送大麻的服务哈曼。 外送员留言表示,对在加拿大Uber真的送大麻,每单都参损实收,显示已有不少外送员知道,加拿大除了大麻合法外,还能及由Uber Eats运送大麻给客户。 回顾2022年地方选举,台北市有一名台北市长参选人,与三名议员参选人,提出大麻除罪合法相关证件。 分别是,台湾维新的苏焕智,台北市长,金色力量党的王玉阳,士林北投,五党籍的歌手谢和弦,中正万华,绿党的李京旗,中正万华,2024年1月13日的总统立委选举,日前传出谢和弦,阿寇将投入北市中正万华,或新北三重区的区域立委选举。 知情人士透露目前已有数个政党,与谢和弦接洽选举合作可能性,但目前谢的团队仍在评估中,并未明确表态会议和总形式投入此次选战。